好,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来学习基督教要义第143课 关于祷告的第9课 祷告的种类,思导和公导 祷告的种类,思导和公导 基督教要义第20章 第3卷,第20章28节到30节 我们一直以来这段时间一直在学习 第3卷的第20章的内容 那这章里面基本上是教导祷告的内容 那1节到3节我们学了祷告的性质和价值 4节到14节正确祷告的4个规则 然后15节到16节呢 谈到了这个对神眼吹听不完全祷告之质疑的回复 然后17节到20节呢 谈到了基督是我们永远的祷告的忠宝 然后21节到27节我们学到 学了那个博圣人中宝的这个错误 罗马天主教的主张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 我们将学祷告的种类 就是思导和公导 然后以后呢我们学习关于歌唱的形式的祷告 和用语言的形式的祷告 包括主导文还有定时祷告以及祷告的坚韧等等 首先呢我们来看祷告的种类 那么提到了祷告 虽然我们常常将祷告局限于许愿和恳求 那这是非常合适的啊 这是我们直接引用了基督教要义的内容 但是祈求与感恩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许愿和恳求 然后祈求和感恩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把它包和在一个明目下 也是合适的啊 因此呢保罗列出祷告的形式的 首先做出了这种区分 你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等等 那在祷告和恳求的时候呢 我们在神的面前倾心倾吐我们的愿望 注意祷告和恳求啊 祈求那些可以促进神荣耀 和彰显他名的事物 以及那些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福分 那在感恩的时候呢 我们歌颂神对我们的恩慈 承认我们所领受一切的福分都是出于神的厚恩 那这里面就说到了 祷告了包含很多类型啊 我们的祷告里面有许愿 有恳求 有什么感恩 但是这里面我们同时也留意到了 祷告有两个层面哈 当我们无论以什么样的类型 种类去祷告的时候 它一定会包含两个维度 两个方向 或者是两种结果 第一是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促进神的荣耀 彰显他的名哈 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祷告 向神祷告的时候 无论是恳求 代求 诸些感恩 一定是 一定是 让神得荣耀 神的名字得到彰显的哈 这是一种维度 另一种维度呢 就是我们自身的益处 或者我们自身的福分 获得 祷告带来什么呢 神的名字得到荣耀 祷告带来什么呢 我们得益处 所以这个就超越了 我们一般当中认为的 祷告只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哈 祷告不错 是对我们有益的 属灵的 现世的 灵魂的 肉身体的 等等 还有就是 祷告带来的结果 一定是 让神的名字得到尊荣 这个经文 大家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耶稣也说 福音我的名 使你们得到应答 好使 福音子的荣耀 所以祷告里面 不只是我们得到应答的问题 还有神的名字得到荣耀 荣耀的问题 所以大家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这种意识 就是在祷告当中 不能只是专注我们自己 我要 我们一般传统当中认为 我要 我寻求 我为了获得神的应答 仅此而已 却忽略了 祷告一定要尊荣神 让神的名字得到荣耀 因此呢 大卫呢 他将两件事合在一起 两件事 一个是关于祷告 一个是关于神的荣耀 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搭救你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种益处 对不对 一个人遇到患难的时候 他求的时候 求告神的时候 他应答我们的祷告 搭救我们就获得这种帮助的益处 救我们脱离患难的这种益处和福分 同时呢 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 获得这样的搭救的时候 我们应该也要荣耀他 所以 涉及到祷告这一切事情的时候 涉及到两个层面的是 我们的益处和神的荣耀 向上的和向下的 临到我们的益处 然后归给神的荣耀 那么圣经命令我们不要将二者分开 不是没有理由的 那我在这里面就列举了几个理由 整理了几个理由 第一方面就是极大的匮乏 当我们如此祷告 注意 我统一用了一个祷告 其实祷告我加上了恳求 这里面 祷告既包含我们获得益处 我们的需要 又包含神的荣耀 感恩 感恩就是表达对神应答的一种感恩 表达对神的恩典的一种感谢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 祷告的理由就包含了恳求感谢 所以我首先谈到这个恳求这个层面 那这里面第一就是极大的匮乏 极大的缺乏 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祷告的理由 祷告不是因为我只是一个基督徒 我知道我要是基督徒 我要祷告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缺乏 我没有感觉到神值得敬拜 但是我又觉得不祷告不好 所以要做祷告这种行为 然后勉强的堆砌一些话 这个是后面我们会谈到极大的错误 首先一个人开始祷告 是因为我们是贫穷人 我们是有极大的缺乏的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不足 缺乏的时候 我们才像我们自身 我们的贫穷之外的那位施恩者 我们称之为父的那位上帝 后面我们会谈到万有的 一切的祝福的根源上帝 我们向他求救 所以祷告的原因 我们恳求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无有 我们缺乏 我们软弱 都是一回事 第二围绕并压迫我们有众多猛烈的患难 第一点是我们不足 我们缺乏 无论这是属灵的还是物质的什么等等 缺乏 感到自己缺乏的时候 求帮助 第二种就是在患难当中 这个不管是缺什么的 而是额外的加给我们一些特别的环境 让我们感到压迫 围绕 感到猛烈那种痛苦的时候 遇到患难的时候 试炼的时候 逼迫的时候 什么疾病等等 各种困苦的时候 要求告 恳求他 恳求他的救助 恳求他的帮助 恳求他的施恩 所以弟兄姊妹 虽然我现在没有罗列具体的事例 我们为什么祷告 反过来 当我们遇到匮乏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祷告 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祷告 第三 即便我们在平安无事的时候 似乎没有缺乏 即便我们没有环境患难 但是我们里面 仍然我们这些基督徒 已经被神的灵光照 使我们得以苏醒 灵魂得以苏醒 使我们得以认识神 我们有了意识信靠神 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女 承认自己是神的百姓 愿意信靠基督 告白我们的神为父的这种基督徒 努力过境界生活的人 即便没有什么 似乎没有什么缺乏 似乎没有什么患难 但是我们里面 仍然有很多罪恶的刺激 私欲的冲动 欲望 不计其数的试探的攻击 给我们带来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 取死的身体那种 不是来自外在的这些问题 而是内在的 属灵的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感到困苦无助 然后寻求什么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如何 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我们是因为我们缺乏 我们有患难 而且我们有这样的试探 属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 这是我们祷告的理由 反过来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要祷告 当我们有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应该祷告 然后我们为什么还祷告呢 这里面提到 祷告的赞美和感恩的部分 神一直恩上加恩 不只是赦免我们的过犯 救我们出死入生 使我们与神和好 赐我们儿子名分 使我们有份于他的产业 等等 恩上加恩 还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不断地恩上加恩 那他要训练我们 这些我们的本性 是迟钝懒惰的人 训练我们心存感 为什么 他不断地赐给我们恩典的时候 前面提到我们缺乏 患难或者内在挣扎 当他恩待我们的时候 其实在激励我们 这些迟钝懒惰的人 让我们学习感恩 当他的恩领临到我 特别是我们穷发的时候 帮助我们 得到问题解决的时候 当我们患难时 得到救助的时候 当我们里面痛苦地挣扎的时候 得到他的安慰和力量的时候 平安的时候 我们获得这样恩典的时候 这种恩典应该激发我们 对他的感恩 冲破我们平时的这种迟钝 我们已经受了很多的恩典 呼吸空气 心跳 血液在循环 两个腿还能站在地上 大家可以光市场 走在地上行走 其实那两个健康的腿 能够迈着均匀的步伐 玩玩正常的视力去看 欣赏美景 无论是电影啊 街市啊 服装啊 什么自然呢 我们所享受的这一切都是恩典 但是我们问题是迟钝 对不对 上帝给我们这个普遍的恩典 我们懒惰 我们不懂得计算这些恩典 所以上帝有的时候 借着一些困苦 一些患难 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是贫穷软弱的 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需要寻求他 然后当我们 催逼我们 来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 这些恩典又激发我们 去向他感恩 简而言之 神给我们丰盛的恩慈 如此巨大宽广 那我们的目光 为的是 只要我们睁开眼睛 环绕四周 环视四周 周围都充满了奇妙的神的作为 或者神迹 三连是说神迹 那这里面我们绝不缺乏 那些感动我们去祷告 赞美神的事物 只要我们睁开眼睛看 到处都充满了 我们应该向他赞美 感恩的这样的事物 但是问题 我们的迟钝和懒惰 就隐没了 没有把当归给他的感恩 归给他 或者是我们的贪心 什么叫贪心 贪心是使我们看见我们没有的 一是我们只是注重我们没有的 渴望得到更多 对不对 但是知足的心是什么 知足的心是 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 因此让我们知足的心 就会产生感恩 贪心的是给了我们金山 我们也不但没有看见现有的 而是看见我们那个 永远不属于我们的 我们却渴望得到那个 不属于我们的 这个叫贪心 然后结果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和满足 并且也没有办法为我们现在 所拥有这个丰盛的恩典 去感谢上帝 所以这是我们的迟钝懒惰 其实应该加上愚昧 其实不缺乏这种 但是我们常常讲 为什么祷告 这里面祷告包括对神的感恩赞美 是因为上帝恩上加恩 给我们这么环绕着恩典 所以当这些恩典 意识到这些恩典 我们应该在祷告当中 以感谢赞美称颂他才是 我们以前初学祷告说五个手 什么一开始是什么悔改的祷告 然后祈求啊 然后代求啊 然后感谢啊等等 真的 祷告里面包括感恩啊 感谢神 归荣耀给神 所以为什么祷告呢 除了我患难 困苦患难缺乏 还有这个内在的征战 觉得依靠神需要神 所以激励我们去寻属神 还有就是 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恩典 激励我们去感恩啊 所以祷告不只是求 那既然这里面加尔文牧师就进一步 他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做详细解释啊 前面已经谈到了 祈求 依靠 然后感谢 既然我们一切的盼望和帮助都在神 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啊 注意 我们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 我们会把物质和神分开啊 神就是神 物质就物质 甚至把神从被造界当中开除 所以我们看到的只剩下了人和物质 所以跟神没关系 但是从圣经告诉我们的世界来看 万有都是由神创造的 所以一切的自然物质 包括我们本身都是来自神的 因此我们就像亚当在伊甸园里 他的妻子是神赐给他的 创造给他的 用他的肋骨 对不对 然后他所管理的动物 他所吃的蔬菜和水果 所看见那些让他心情愉悦的各种自然美景 自己和所有的一切 在神之外 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的 所以我们一切的好处 包括上帝透过特殊启示赐给他 那个约 约里面有虽然警戒和死亡 其实应许就是永生 那个永生本身也是神的祝福啊 一切的盼望和帮助好处都在神那里 万福的泉源 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动作都在于他 所以我们应当从他那里面 盼望从他那里获得帮助和祝福啊 反过来说 如果没有神的这些祝福的话 我们 我们 人和利益 我们的人和利益 我们这个人和我们的利益都不可能兴旺啊 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将我们自己 和我们的一切交托给他 依靠神 这就是创世纪一到三章里面告诉我们的 出于神而依靠神 当人离开 无论是从判断的善恶的标准 还是试图离开神自己决定 靠着自己的思想 靠着自己的力量生活的时候 人的咒诅和祝福 人就断开了那个生命和祝福的源头 开始寻求这个破漏不成能成水的池子 所以我们自己这个人 我们存在和我们一切拥有的一切 我们自身之外的拥有的一切 都是来自神 我们也应该依靠神才是 所以我们今天在听这篇讲道的当中 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做生意的人 上班的可能不会觉得公司是自己的 打工者嘛 给人出卖我的时间 青春和技能嘛 不会觉得 但是有一些人是自己做生意的 我经营的店铺 我经营的什么饭店也好 什么咖啡厅也好 或者是其他 我经营的企业也好 有一种错觉 就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 不错按着社会来说 法人也好 注册的这个经营主 业主也好 是你 但是不要忘了 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 我自己和我所拥有的一切 我的儿女 我的技能 我的智慧 我的生命和气息 我的青春 我的性别 我的家庭 我的婚姻 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凭信心生活 凭信心生活 就是我们在凡事上都应该意识到神 感谢神 依靠神 依靠圣经启示的那种神 物 人 整个这个宇宙观 世界观 人生观 历史观 来更新我们 曾经在这个学校里面 社会上媒体当中所接受的那些观念 更新我们的心 让我们学会照着神 和他创造的社会的这个宇宙自然的这个秩序 原本的样式去思考 学习效法神的思考 虽然我们人的思考不可能跟神一致 因为神的超越 意念是超越我们的 永远是我们无法参透的 但是他却透过他的启示 愿意显明他的心意 他创造的目的 他创造我们之后 期待我们如何去思考生活形式 所以我们透过圣经去开始学习 以上帝的方式 上帝的眼光去看待各种事物 看待神自己 神告诉我们他的名字 他作为他的属性 我们就应该照着神 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神 那种思考去思考神 上帝告诉我们 他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 世界的目的和用途 将来的结局怎么样 多落前和多落后结局怎么样 将来怎么样 我们就应该照着神的 启示的这个知识 或者说神的思考方式 去思考这个宇宙万物 包括神对我们自己 我们的祖先 人类的多落后的状态 基督救赎后的状态 将来的状态 我们要照着圣经启示的这个 神告诉我们 应该看待事物万有的方式 去看待自己和拥有的一切 所以我们所想的 我们所说的 所行的一切 我们的生活存留 都应该跟随神的指引 顺从祂的指引 所以说上帝 祂的旨意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 智慧和生命 换句话说 我们的祷告也是 我们的祷告一定要基于圣经 我们之前学了 离开神的话 我们的祷告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祷告 要按着神的旨意 按着神的话 去祷告 不明白神旨意 不明白圣经的人 他们严格来说 虽然他们真诚的向神倾诉 有的时候上帝可能听我们那种出于无知 但是真诚的祷告 那是神的怜悯 但是神更期待的是让我们明白 学习祂懂得求祂的旨意 按着祂的旨意去祈求 后来我们主导文的时候会讲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智慧 最高的智慧 最深的生命 其实就是学习听从上帝的旨意 顺从祂的旨意 人总有一种错觉 无论是亚当当时被试探 受了魔鬼的教导 还是堕落之后 人类所形成的所有的那种类似于 启蒙运动的那种精神 总是以为上帝在剥夺我们的智慧 剥夺我们独立思考能力 上帝在束缚我们的自由 当我们一旦脱离神的旨意 脱离神的主权 脱离神的管制 我们似乎就获得了 才有成就真正自我的那种人格 那种自由 那种智慧 实际上当我们人这种存在 脱离我们的出于的那一位 赖以依存的那一位 我们的生命和智慧 也为他而存留的那一位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如同鲜活的充满树 树供应的这种肥枝滋润的绿油油的叶子 结果丰盛的这种橄榄枝 当他一旦折舌离开树的本体的时候 他就即刻死了 而且渐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枯干水分流失 这个褶皱枯干直到完全枯干 甚至丢到火里烧为止 其实这就是人的一个写照 我们总是被魔鬼的思想欺骗 以为离开神 是我们幸福的开始 信了神 被神指引 主权约束 其实就是丧失自我 抹灭我们个性 自主等等 不自由 没有真正的幸福 这种错误的错觉 实际我们真正的所有的福分 真正的生命 真正的智慧 其实都是来自神 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 一个人学习听听神的话 照着神的话去思考 看待事物 去判断事物 去顺从事物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但是我们里面 长期受各种错误的思想的熏陶和那种悖逆本性的影响 以至于我们心里面有的时候会恨恶神 不愿意束缚神 特别是我们恩典 这个所谓的缺乏恩典的时候 如果神的恩典常常在我们里面 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愿意爱神 所以我们生活动作一切都应该以他为中心 总之呢 存着这种得神帮助的盼望 既然我们出于他 我们这个人就是出于他 既然我们所享有的一切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 虚用的一切都在他里面 所以我们应该随时随刻的 带着那种依赖的心 用 虽然用这种自由派的神学家 所谓的施莱尔马赫 他定义信仰 为绝对的依存感 他认为信仰 关键是感情 虽然我们不赞同他这种说法 但是他在某一个层面 提出了人这种存在 应该有绝对的依赖 对神的那种依赖的那种感情 这个他是指出了关键 所以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意识到神 时时刻刻意识到需要他 时时刻刻意识到 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 所以时刻去寻求仰望他 期盼他获得他的帮助 所有依靠自己反过来 所以依靠自己或者别人 这个出谋划策 其实就是人自己的想法和谋算 所有不尊重神旨意 藐视神的质疑 不呼求神的帮助 也不依靠神的帮助 而进行的所有的计划 企图 并且付诸于实践的人 都是为神所咒诅的 雅各书也说到了 以赛亚书也说 还有个明显的经文 就是耶利弥书 那些十七章 十七章三节到五节吧 那些依靠自己血肉的绑壁 心中离弃烟滑的 他们必如沙漠的杜松 哭干 所以什么意思 新旧约圣经一贯的告诉我们 人这种存在 什么时候离开神 就是死 就是哭干 不是幸福 人愚昧受到魔鬼的欺骗 和人自己自欺欺人的 愚蠢的智慧 试图脱离神 依靠自己的力量 依靠自己的谋算 依靠自己或者依靠别人 总之就不依靠神 这种脱离神的生活 本身就是死亡 本身就是咒诅 所以弟兄姊妹 大家不要只是 简单的认为 我去教会 我信耶稣 所以这就是生命 所以自然我就享受 丰盛的生命 不是这样 信仰是 外在的形式是 礼拜学习 圣徒的交通 信仰是持续的依靠 什么叫信 信不只是绝住人的一瞬间 信是持续的信靠 信赖 所以不只是我来教会 这种行为 不只是我承认 我是基督徒这种意识 还有就是 我活着 是不是持续的依靠他 这个事实 往往被我们基督徒 错觉或者是忽视 为什么我不能享受平安 信耶稣后不是有平安吗 问题是 我有没有持续的依赖他 持续的依靠他 持续的感受他 我对他的需要 我离开他 我就没有办法活 当我遇到穷乏的时候 当我遇到患难的时候 当我感受到里面挣扎 贫乏软弱的时候 我是不是不断的依靠他 所以一方面我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助 但另一方面我持续的依靠他 接着祷告求告他 又从他那里 获得持续不断远远恩典的供应 感受到他爱的滋润 力量的帮助的时候 我就会 会感受到那种 神垂顾我 神恩待我 感受到神真的与我同在 实实看顾我 给我力量那样的恩典 我们才会有这种幸福感 所以不会你去参加教会 本身就自动享受平安 问题是 我有没有活在那种实际的 信仰的状态里面 持续的信靠上帝的里面 所以来教会这种行为 本身不会解决问题 来教会只是来让我们去礼拜神 圣徒相救 维持我们正常信的状态 而这个信是持续续的依靠神 持续的顺从神 觉得离不开神 维持这种状态 所以宗教的信仰的行为 不代替我信仰的本质 我们需要宗教的元素里面 需要形式 有教堂 有什么秩序 有这种形式 但是本质 我这个人是不是持续依靠神 那种持续的依靠 真实的需要的 感受到神的 意识到自己对神的需要 无助去依靠他 这样的话 恩典临到我们交流里面 我们才能够真的经历到 神是与我同在 神是爱我 眷顾我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克服我们自己的匮乏 胜过患难 或者是里面内心的挣扎 我们才能够会在患难 匮乏 争战里面 常常经历到那种喜乐 所以两种交替围绕着我们 虽然有暂时的这种痛苦 但是又有神的安慰和眷顾 这种借着祷告依靠神 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获得 坚然 体会到神同在的 这样的喜乐和恩典 所以当一个人失去这种持续意识到神 依靠神的时候 哪怕我们是一个乖乖的基督徒 我们可能里面也不会有平安 为什么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贫乏 没有把我们的患难 没有把我们内心的这个挣扎 真的去依靠交托呼求仰望 从他那里得到供应 牧师也一样 牧师不会因为案例 牧师就自动的比一般圣徒 享受更多的平安 牧师有他的这个焦虑 有他的痛苦 失恋 环境 等等 他如果要不时时刻刻去 相知里面所说的 去意识到 我们所有的需要都在神那里 他也跟一般的圣徒没有什么区别 所有的人 在本质上都一样 都是要不断地依靠神的这样的存在 所以无论你的职份如何 你在教会里的角色如何 只要你是个人 只要你是个基督徒 我们的呼吸 存留动作都在于他 都要持续地依靠他 意识到 所以那种信靠 是持持续续地 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和问题 又意识到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时时刻刻带着寻求 依靠他这种意识 然后在他里面 获得安息 才能够获得这种持续的 虽然暂时可能会没有平安 但是迅速地在神的里面 获得安息 平安 这是我们持续过信仰生活的力量 不然的话长期经历不到神的恩典 可能大家也会丧失这种 继续信下去的这种动力 所以经历 持续经历神的恩典很重要 那为什么持续不到 经历不到 重点是你实际有没有 持续地去依靠他 信靠他 祷告等等 意识到 所以当我们承认 神为一切福分的 创始者的时候 是将神应得的尊荣归给他 既然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意外 当我去求告你的时候 我就照着我被造物的这种存在 去尊荣神 为什么 我意识到了 我的存在离不开神 其实这已经肯定了神的那个价值 照着被造物依靠 需要依靠神的那种态度 去对待神 当然领受了恩典以后 照着神应该配色的尊从 感谢尊荣归给他的时候 这就是在尊荣神 所以我们的需求 依靠求告 祈求 和我们对他的感谢赞美 这都是尊荣神 所以在这里面 整体说什么 一个是需求的问题 我们的需要都在他那里 所以我们活在现实上 前面提到了三种 无论是穷乏还是患难 还是内在属灵的征战 我们都 所有的需要都在他那里 所以我们要求告他 另一方面 既然我们的好处都从他 在他那里 从他那获得 所以我们应该时刻的去 不断的去表达对他的感恩 不断引擎去赞美他 称谢他 既然从他那里面 享受了这样厚恩和好处 所以感恩和赞美 是我们的本分 所以这是两方面 意识到求告他 然后不断的归荣耀 赞美他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为什么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脉搏一样 呼吸一样不可停止的意思 其实这里面加尔文牧师 从另一个角度又说到了 我们这种人存活 真正的活 所谓什么叫活人 什么叫死人 一个活着的人 就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的需要 也意识到 神是我一切的祝福的源头 我依靠他 我求告他 我感谢他 这就是活人 死人是什么 虽然我还活着喘气 虽然我可能还承认我是基督徒 但是我根本不意识到 我的好处在神那里 或者说即便是 意识到我也不求告他 我也不依靠他 我就用东北话就是拉硬 这个可能大家听不懂 就是硬挺着 什么事情重担都自己背负 自己去哭闹 自己压着 明明喘不过气息了 还是不求告神 实际上这是死人的状态 我不是说你实际是死人 但是你活在死人的状态里面 因为他跟神是断绝的 根本不求告神 跟神没有交流 所有的活着的动力 都是靠自己 自己筹划 自己解决 自己愁苦 自己挺着 硬支撑着 去活下去 活人是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需要 随时跟神交通 支取 神的恩典来回这么享受 求上 求告上去 赐下来 所以他有个呼吸 良性的循环 他是活人 所以他也敬拜神 也感恩神 求告神 也感谢神 死人是既不求告神 当然也不会感谢神 甚至抱怨神的 我还信你呢 你怎么不帮助 活不下去了 那你求告神了 没有 你有没有像个活人 去时刻去意识到神的存在 去依靠他 将你的需要重担交给他 依靠他 领受神的祝福书 当然会感恩 感谢神 这才是个上去下来 跟神正常交通 我们常常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就是永生的这个概念 就是讲 跟神有交通 我信靠他 我教育他 我跟他清心土一 他赐福给我 我就活 然后我也感恩敬拜他 这就是活人 死人是不会求告神的 死人也不会敬拜神 感谢神 对不对 所以有一种死人 是在大街上走的 他们根本不信神 有一种死人 可能是在教会里坐着 好像信耶稣 但是他根本不靠神 不感谢神 也不觉得意识到神 也不觉得需要神 也不依靠他 也不求告他 当然也不会感谢神 享受了诸多的恩典 也不会称颂神 归荣耀神 那我隐身一点 为什么有些人不奉献 不是他没有钱 是因为他根本不敢恩 为什么不敢恩 因为他们根本不晓得神的恩 我今天肌肉健康 我今天存活工作 尽留 所有的实际 所有的好处 都是从神来的 为什么不借着奉献 承认神的主权 和归荣耀给他呢 就是这样 不承认神的这一点 当然还有其他的 我们可能是不舍得钱 等等 等等 其他理由还有很多 那为什么我们要感恩 求告 祷告 圣经的根据什么呢 使徒保罗说 凡我们所造的物 都是因着神的道 和人的祈求 就成为圣洁了 当然加尔文牧师说 这个神的道 是一种这个转域 神的道 其实就是信心 用神的道 指信心 因着人的信 和人的祈求 就成为圣洁了 为什么 本来就没有什么 不洁的物 神所造的都是好的 但是当然一个人 借着信心去看 以信心去领受的时候 他本身就是解禁的 然后 因着祈求 就包括感恩 领受一切都圣洁了 对于这个有信心 知道感恩的人 就成为圣洁了 所以祷告和 信心和祷告何等重要 大卫也说到了 让我们口唱新歌 这个新歌就是 这个唱歌不是自己 自娱自乐 男愁唱 女愁哭 这个东北话 有这样的 女的愁的时候 就知道哭 男的愁的时候 你发现就开始唱了 这个这里的唱 不是愁 是表达对神的感恩和赞美 前面领受了恩典 使我们口唱新歌 赞美他 因着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感谢他 这就是另一种形式赞美 以赛亚书也是 同样 当相耶和华唱新歌 为什么 上帝是那样 施恩的上帝 所以我们应该唱 诗歌去称颂他 大卫 主啊 求你使我 开我的 使我的嘴唇 开我的口 使我传扬赞美你的话 西西加和约拿也说到 在神的殿中 用歌声赞美神的恩词 这是圣经的根据 说到我们这些人 领受神恩典的人 我们应该这样去 借着祷告去称颂赞美他 同时呢 我们看到大卫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这个祷告的一些 普遍的法则 这诗篇里面 我拿什么报答 优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 已经领受神的恩典了 一切的厚恩 如何报答呢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颂 颂养 约华的名 大卫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 他又觉得这个恩典 要如何去报恩呢 说去传扬 传扬神的救恩 就是表达对神的 传扬神的名 就是表达他对他的感恩 所以前面祈求祷告 得到应答 后面就伴随着赶 耶和华我的神 那求你拯救我们 这开始求神的拯救 从外邦能召救我们 我好称谢你 有拯救 现在求告 等你拯救我之后 我好 既然蒙了这样的 我就好称谢你嘛 称颂你的圣民 以赞美 夸圣 所以祷告里面 包含着祈求 也包含着感谢 获得神的应答 祈求神的应允和祝福的时候 回头就是 在祷告当中去称谢 传扬感谢神的恩典 他垂听穷人的祷告 穷人是 当然物质穷乏 软弱需要的人 他们求告神的时候 你不藐视 听他们的祷告吗 然后 好赞美耶华 使人传扬耶华的名 在耶路上 传扬赞美他的话 所以 求告呼求 神的需要和帮助的时候 伴随着 称颂传扬 所以祷告 常常包含着 祈求和感谢 是不分家的 不分家的 事实上 每当信徒 求主 为他们自己的名的缘故 行任何事情的时候 既然承认 凭自己的名不配 就有义无感恩 什么意思 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 第一 我求告的那些事物 是我没有的 是我自己没有的 有的话就不必要 在我自身之外求了 对不对 正因为我是贫穷的 所以我求 向神求 求我所没有的 那当神赐给我的时候 那这个既然 赐给我的 就不是出于我的 就不是我 基于我自己所拥有的 那我得到了 不是出于我的 在我自身之外 所获得的 那我就应当 为此感恩嘛 并且承诺 传扬自己的感恩 这是非常合意的 对神的 颂扬神的此爱 是非常合意的 我们贫穷的时候 祈求祂的恩典 当我们领受的时候 我们就当感恩 以颂扬神的恩赐 借着祂的恩赐 祂赐给我们 祂出于祂的慈爱 应答我们 给我们 那我们去称颂祂 这是合意的 那祷告的时候 提供普遍的法则 我们说祷告 包括祈求和感谢 那我们要注意 注意一些事情 第一 赞美应该发自 对神的爱 我爱耶华 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 和我的恳求 当他恳求 他祷告的时候 耶华听了 应答了我感谢他 是不是 应答了我感谢他 因着上帝对我祷告 应答了感谢 这个是初级的感恩 初级的感恩 因为上帝赐我 那个东西 那个事件本身 感谢他 但是还有一种高级的 或者是说 正常的感恩 是因为上帝本身 因为上帝听我祷告 是上帝对我的慈爱 上帝对我的眷顾 对我的恩典 对我的爱 我被他的这种爱所感动 我爱神 爱就为向我施恩的神 我爱他 我向他 称颂他 称颂神自己的美 称颂神自己的恩 称颂神自己的信实 称颂神自己的慈爱 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神 所以我称颂他 不只是称颂神 赐给我什么好处 大家都知道 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给我们什么 哎呀 我们就因为给我那个东西 本身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等我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更加更加进一步感恩 是父母对我们的爱 父母对我们的舍己等等 这个就远远超越了 那个东西本身 所以我们心智更成熟的时候 我们开始送在神本身 甚至因着他自己的美德 被他吸引 被他折服 我们开始爱上神 所以当我们去赞美他的时候 不只是因为上帝 给我们好处了 哎呀上帝谢谢你 我收到好处了 你给我这个生日礼物 我感谢你 医治我的疾病 给我好处 救我脱雷患难 那个好处本身 不是 因为爱神 因为我爱神 我发现上帝他恩慈的 他对我如此恩慈 他对我如此信实 因为我 眷顾我 施恩不配 我不配得的他 施恩给我 所以我要赞美他的美德 这种赞美 不只是基于好处本身 而是基于上帝本身 他自己的荣美 他自己的爱 我去称颂他 这是基督徒应该注意 应该归给神的荣耀 弟兄姊妹 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 人与人之间交往一样 我们之间的友谊 第一阶段可能就是 你好我好 咱们彼此互相帮助 因为利益 你感恩 但是更深层的友谊 虽然在人间这种友谊 是很稀薄的 很稀薄的 是因为对方的人格 而彼此戏 我嫁给我老公 因为他是富二代 我嫁给我老公 因为他有跑车 我嫁给我老公 因为他是好的工作单位 虽然我们不否认 嫁一个男人 不可忽视他的生活能力 他能不能养子起家 最起码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只是因为 他的物质方面的话 那个无外乎就是 物质主义和自私的 对不对 更因为他的人品美德 才是 朋友之间友谊也一样 虽然我们不可忽视 朋友之间互相帮助 这个层面 对不对 但是当你发现一个人 对你好 或者怎么样 只是因为你有某种功能的话 你会发现 用现代的术语就是物化 对不对 我们常常说 你不要物化女性 把女性当作什么 男性宣泄的这个器皿 不要物化女性 同样 这种概念 你可以应用更广 更广 只是把对方当作一种功能 虽然现代社会 是种流水线 公司聘我们 可能就是聘我们的才能 他不关心你什么长相 你有成绩就行 他聘的是你的功能 是不是创造效益 效益 对不对 但是人和人之间 如果交往 只是看你有什么功能 带出什么果效的话 这个人就 人与人之间就会感到伤心 对不对 原来对方 爱我 对我好 只不过是利用我的才能 而不是因为我存在本身 所以弟兄姊妹 我是作为基督教的牧师 那么我们教会在社会当中 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 教会也有存社会性的功能 恩赐的佩达 为了做某些事情 我们工作上要追求效率 包括牧师 教会聘我一样 聘大家一样 大家可能没有聘 什么灵敏是干事 让你做干事 包括聘我一样 聘我真的 有一些现实方面 他需要我实现聘我们的价值 这是社会性的存在 大家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也不要太伤心 因为这个现代 就这样 教会也有它社会性的元素在里面 用圣经的话 就是肢体佩搭的时候 恩赐 它也有它的功能 这个功能在教会里面 彼此发挥功能 我的功能为别人带来益处 别人的功能对我来益处 如果把它抛出 搬到社会里面 它就是一种纯粹的一种 利益交换 那太赤裸了 我们就觉得有点 令人灰心了 但是从某种程度 教会也有这种层面 不可否认 所以 但是 如果教会只是停留在 你的功能拿出来 榨取你的劳动力 你的才干的话 那个就残忍了 我们就会感觉到 教会没有温度 没有这种爱等等 所以我们所努力的均衡 一方面是功能性的 教会作为肢体配搭 它存在功能性 另一方面 教会超越这种功能 哪怕一些 对教会没有什么贡献的 普通的 一般的人 但是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肢体 我们是弟兄姐妹 我们是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 肢体 是吧 虽然现在家庭里面 有一些混得不好的弟兄姐妹 亲族 家庭聚会的时候 容易被忽视 混不好的嘛 没啥用嘛 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需要的时候 他也帮助嘛 所以就被忽视 但是混得好的 常常被围绕 这个坐在沙发上 总跟那些混得好的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去拉关系等等 这样的话 我们就觉得伤心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 从两方面来看 因此呢 我引申了一点 因此我们对神的赞美一样 不要只是停留在 上帝给我的那个好处本身 而是因为神本身 神自己的荣美 他自己的美德 或者说 我因为爱神 因着爱他 他施恩给我 我感受到 他给我恩典 而且这个恩典 因着爱他 我也知道 这个恩典 我应该将他配得的赞美 归给他 他就是这样的神 因为爱他 我才意识到 他配受这种尊荣 而不是因为一个被利益欣欣的人 然后他给我好处了 哎呀 因为这个好处本身表面的 谢谢啊 给我这个好处 获得利益的人 他也会感谢 但那个感谢和 真的认识到你对他的恩情 因着对你这个存在本身的理解 而理解你对他的恩典 这个是完全维度不同的 擦温达了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只是用那种拜偶像 利益交换的角度 连拜偶像的人也知道 哎呀 既然应验了 我要许愿还愿 是吧 到庙里去上注贵的乡 去报答他对我的祝福 所以基督徒超越是神存在本身 因为爱他的荣美 他如此爱我 我应该将他配得的尊从归给他 第二 所以第一是我们赞美 不只是停留在物质好处 而是神本身 我爱他 所以我要赞美他 将他配得的尊从归给他 第二 求告应该伴随感恩 当我求告 凡世界的祷告 祈求感谢 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 其实谈到我们需要告诉他的时候 其实谈到了感恩 求告应该伴随感恩 为什么 求告伴随着应答嘛 应答当然要感恩了 然后第三 祷告借着基督代求而成为圣洁 凡是靠着耶稣的名 常常以送赞献祭给神 我们的赞美也好 我们的求告也好 我们的祷告 前面我们说了四个祷告的规则 那是正确祷告的规则 离开那个就不是正确祷告 上帝也喜悦我们献上正确的祷告 但是问题我们常常 无法做出那种完美的祷告 那上帝既然也有的时候 应着他的恩词听我们那些不完全的祷告 为什么 中宝的缘故 我们不完全的祷告 借着基督的血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蒙应答 所以我们要时常奉耶稣的名代求 才能够成为圣洁 因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意识到赞美的时候 要出于对神的爱 求告的时候 要带着伴随着感恩 然后祷告一定要靠耶稣 不然的话 我们这种不洁的祷告 是没有办法获得神的应答 同时呢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教导们 不住的祷告 凡是希恩 这里面说祷告和希恩 那这是保罗的话 那随随地为一切事 最隐情的向神祷告 这个前面我刚才花了很多的时间 其实已经说了 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我们生活存留 谁不会遇到缺乏呀 谁不会遇到内心征战呢 谁不会遇到患难呢 即便不遇到缺乏患难 难道我们这种基督徒 不会遇到属灵的征战吗 内在的这种和自己的私欲 救人 试探 罪恶的诱惑挣扎 无时无刻不是有这种无烟的战争吗 我们令我们感到痛苦的 因为活着的人 谁不 既然我这样的痛苦缺乏的人 我怎么可能不时时刻刻 依靠那个神呢 不断的依靠求告他呢 所以不住祷告不光是一个命令 更是说到我们这种存在本身 我们就是要时时刻刻依靠神的存在 而这种依靠就是借着祷告啊 不断的心里面 不断的呼求神的帮助 我们这种在神原初堕落之后堕落 原初那种无罪的状态 没有撒旦 当然后来出现天使堕落 无罪的状态 特别是又堕落 又处在 虽然堕落之后 通过是耶稣释迦救赎 虽然是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但是这个也不是真空的状态吗 我们里面和外面都充满了征战 当然会有那种需要神拯救和恩典的那种需要迫切感 所以我们要时刻的去祷告嘛 因此随时祷告不只是尽宗教义务 是我们存在本身 我们处于在这种被救赎 正在恢复状态当中 必不可缺少的一种状态 不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存活啊 因为太多的需要压着我们 外在的缺乏 征战患难 内在的征战 激励我们 促使我们要不断地祷告 这不只是神的邀请 你们要不住祷告 反正是命令 我们存在本身也是 让我们要迎亲的不断地去向神呼求 所以祷告不只是存在一个 我没有觉得祷告需要 但是我又不得不祷告 那种宗教义务而已 是真的认识自己 认识神的人 不可能不做的事情 就像我们不可能不呼吸一样 我时时刻刻需要仰望神 需要祂的帮助 怎么可能停止祷告呢 对不对 盼望从祂那里得到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这所需要的一切 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我们不足的嘛 对不对 无论在患难当中 需要支撑下去的力量 智慧缺乏当中的需要的里面征战 需要得胜的力量等等 然后在得照之后 当然要将这些福分归给他 感谢他嘛 对不对 获得了当然感恩嘛 称颂他 接着祷告去归荣耀给他 称颂他 天父我感谢您 你看你这样眷顾我 我算什么 你这样听我的祷告 是吧 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 祷告和赞美永久的根基 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我们为什么要赞美 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 我们神和我们存在 就决定了 我们要不断地依靠他 不断地求告他 领受论点 不断地赞美他 这就是祷告赞美 永久的根基 前面提到了什么 基督的中宝 我们的需要 所以弟兄姊妹 从某种程度来说 刚才我虽然提到了 上帝在利用一些方法 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他知道我们的懒惰 知道我们的那种迟钝 知道我们那种软弱 所以他常常借着我们的穷乏 借着外在的患难 借着内在的撒旦的 不断地攻击 我们里面救人的 发动 让我们感到一种 无助和缺乏 在患难的时候 力不能胜 在缺乏的时候 感到自己无助 在里面征战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逼迫着我们 激励着我们 刺激着我们 去寻求他 所以为此 我们应该感恩 而不是抱怨 上帝啊 为什么这么多患难 因为上帝知道 我们懒惰 迟钝愚蠢 不知道依靠他 时常与他交通 所以上帝不得不 借着这个罪恶的世界 虽然是恶人的攻击 或者是我们里面 败坏的本性的发动 或者是一些环境 物质的匮乏等等 提醒我们是一个软弱 需要神 让我们不断地 带着这种需要 来寻求神 然后从神那里 获得神的 经历到神的恩慈 眷顾 然后才激发我们 对他的感恩 所以应该感恩 我认识很多基督徒 他们比较有能力 比较有聪明 他们遇到什么问题 都很坚强 自己安慰自己 自己鼓励自己 使自己不至于沮丧 灰心 这是需要的 人需要这样 免得太沮丧 太消极 甚至抑郁 甚至没有勇气 面对现实的艰难 特别是活在中国 这种处境当中 很多人绝望的自杀 所以有些时候 需要我们心灵强大 去面对残酷的人生 但是这个不够 只对了一半 再坚强的人 他也有自己 无法面对的人生 承受力是有限的 而这些压力 不是要把我们压垮 这些压力 是让我们提醒到 现实的残酷 和我们自己的不足和软弱 促使我们去仰望神 仰望那个 我们自身里面 没有的力量的源头 没有的智慧的源头 仰望上帝 然后当浪子经历到那种残忍 穷乏绝望的时候 才想到富家的丰盛 慈爱 那种特殊的待遇 来到富家的时候 享受那种恩赐的时候 这就是神的美意嘛 如果这个堕落的世界 不需要救恩 上帝就无需借着 罪人的各种恶行 让我们意识到 这个世界是需要救赎的 如果这个世界不需要救赎 上帝只需要改善这个世界 让人活得更舒服就好 为什么去用疾病死亡 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治愈 需要真正的生命呢 如果不需要救恩的话 上帝无需控制 限制恶人的恶 让这个世界 就变成这个人间地狱就好了 所以上帝有的时候 没有干预 消除所有的邪恶 让我们提醒 这个世界的政治制度 都不完善 虽然这个政治制度是必要的 在今生活着 提醒我们 这个世界永远不是我们 唯一的盼望 看到一些邪恶的政权 无论美国多么好相往 但是它也是一个 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家 中国一样 哪个国家不一样 都是自己国家利益为中心 对不对 那你看到这些时候 让你绝望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 政权 政治形态 国家 什么亲情 给我们可以带来永远 完美的安慰 当你看到 你沮丧的时候 怎么 让我们盼望那个真正的国度 当我们看到 世事列王纪里面 没有个理想的王的时候 连大卫这样的人 都犯错误 是不是 那我们盼望的 就是那个理想的王 没有一个久远的国度 理想的国度 可以让我们 安身立命的 所以盼望一个神的国度 上帝以他的智慧 借着恶人 自己的恶 地震 饥荒 瘟疫 那些残暴的事情 残忍的人 人情淡薄 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 在地上 是没有希望的 当亲情之间 因为一些利益 伤害的时候 你就应该思想 感谢上帝 借着这些事情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 真正的 在上帝里面 那个将来 恢复的那个国 为主是爱 在这个世上 在别人身上 有血有肉上 甚至我们夫妻 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和师母之间 存在什么 这个感情问题 我们说 终极的讲 夫妻之间 你看到很多离婚 什么等等 甚至 男的时候 就 抛弃自己的儿女 人的感情 都是有条件 都是某种自私的 父母对我们一样 我们对父母也一样 闺蜜之间一样 所有人的之间 都有条件 和利益交换的 都有局限的 但是当你遇到 那种极端的例子 让你感到绝望和伤心的时候 也不要灰心 上帝在提醒你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他不是我们终极的盼望 所以这些伤害 提醒我们 唯有主是爱 在他那里 他永远不会背弃我们 他永远不会抛弃我们 他永远从来 不会看我们的出身 你工作太差 你混得太不好 你收入太低 反而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 朋友离弃我们 看不起我们的时候 上帝永远不离弃我们 永远听我们祷告 爱我们 不离不弃 所以定有子 什么意思 我们人软弱 提醒我们需要上帝 在这个世界上 上帝留下很多 令人沮丧 绝望的社会制度 什么不公义 什么邪恶 死亡 疾病 各种恶事 提醒我们 依靠神 寻求神 唯有他才是我们 真正获得满足 或者是仰望的地方 所以这些事情 都刺激我们 回归神 寻求神 所以当我们看到 汶川地震的时候 当然有我们当今的责任 当我们看到 世俗政府的败坏的时候 什么那些残暴的 你不要广孝 什么北韩 什么伊拉克 我们自己也生活在一个 非常残酷的现实 当你对这些绝望的时候 上帝在提醒我们 真正的盼望是 上帝那里 所以他刺激我们 祷告 寻求他 我的好处 一切都在他那里面 包括我的幸福 所以这是我们 祷告赞美的 永久的根基 不只是我们表面的缺乏 患难 和内在的 这个软弱 痛苦 我们存在本身 已经决定了 我们需要神 所以我们祷告赞美的根基 本身是我们需要神 我们需要爱他 需要依靠他 需要顺服他 这是二十八节 三卷二十章 第二十八节里面 谈到的 私道的内容 我们个人的祷告 随处的 寻求神的 送赞神的 这样的祷告 因为我们需要他 等等 然后紧接着二十九节开始 就谈到了 公道的必要性 和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来看 公道的必要性 这种隐情的祷告 就前面我们所谈到的 不住的祷告 虽然特别是指 个人私心 个人性的私道 但是这某种程度上 也是用于教会的公道 然而公道不可能 不住的进行 对不对 教会聚会的时候 在礼拜当中 或者祷告会当中 聚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不是私下行路的时候 自己在家里面 卧室里面洗手间里 或者是在办公室 心里面叹息着 跟神摸祷 随处可以祷告的 但是公祷告 大家聚在一起 它是有一定的这种 方式的 我们共同制定的 教会制定的礼拜的程序 凡事规规矩矩 按照次序的 这是教会 共同确定的 某个时间 某个地点 某种仪式 先赞美 然后讲道 祷告 谁私会 等等 这个不是随意的 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场所 特定的秩序 具体的什么时间 具体的什么 虽然听我们 祷告的神 不在意我们 什么时间 什么形式 祷告 但是 既然有形教会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它一定要有 一定的秩序 顾及全会众的方便 使教会 一切事物 均按照保罗所吩咐的 有一种规矩 次序 所以就 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 特定的程序 为了维持这样 是大家的 最大限度的益处 然后制定这个秩序 注意 我在这里插入一点 很多基督徒觉得 教会秩序是不必要的 实际上是必要的 第二 还有一点 我们常常觉得教会 特别是我们学习改革宗 我们敞开教会 这些圣徒是没有 华人圈里面 有一些极端的改革宗 他们就特别律法主义 越保守越律法主义 这个叫做什么呢 他们自己不认为是律法主义 其实把历史上某一些宗派 什么你说他是荷兰派 等等 把某一个模式就律法主义式的去遵守 他却忽略了 起初制定这些秩序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大家注意 可能大家读基督教药医师没有注意 我特别在意这个 当他提到教会的规矩的时候 加尔文牧师没有说到一个刻意固定的时间 刻意固定的场所 刻意固定的秩序 但是他说为了教会的益处 他的神学特别注重益处 以前我们也谈到什么祷告救恩 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为了我们的益处 所以他写基督教药医 也是特别注重这种有益性 他做神学 他特别注意教会的益处 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形容 他不只是客观的事实 但这样做的为我们的益处 特别实用性 神学的实用性目的 去讲究神学的基督救赎 为个这种客观性 这种准确性 同时他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事实 他还强调这些事实目的是为了我们获益 所以我们如何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 祷告信心 是不是 与基督联合实际地去经历这个艺术 所以提到礼拜的时候 固定的祷告的时候 谈到了规矩和秩序 但是这种规矩不是束缚我们 牢笼我们 是为了我们益处 所以我们来教会礼拜 不要成为奴隶 哎呀我不得不 虽然牧师有的时候可能 你不来的时候可能发怒 这个所谓的发飙啊 发火责备大家 但是为什么责备大家 这个聚会不是牢笼大家 那是为了你的益处 但是神的旨意既然定了 我们就来 但是来的时候不是我为了满足聚会本身 而是上帝规定这个聚会是为了我的益处 祷告的时间 学习的时间 学习的时间 礼拜的时间 为了我的益处 我去享受神的恩典 我去将神的恩典归给 荣耀归给神 我在神的面前接受他的教导 我本身受益的这个时间 安息日是为人设定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定的 讲律法的时候 当时我安息日圣日 我曾经也提到 加尔文归关于安息日 他的解释 我非常阿门 为什么 不律法主义 他理解了安息日真正的精神 是让我们身体和灵魂享受安息 礼拜神当然归荣耀给神 同时他让我们身心灵享受安息 所以他甚至主张 七周某一天 不一定非得是第七天 或者是第一天 但是重要的是七六一这个比例 你六日劳动 第七天一定要休息 这是神对我们精神层面 和身体健康层面 身体和精神层面健康 属灵健康三方面 身体的精神的和属灵的健康 的益处设定的规矩 让我们专心默想 敬拜他 每一天敬拜当然好 但是问题不现实 所以有一天特别要停下一切 所有的思想精力都集中在 思想神的话 礼拜神是其实对我们的身体 休息 灵性和精神都有益处 所以在这里面提到礼拜的秩序也一样 祷告的时间 我们需要特定的场所和时间 我们的益处 我们需要 为了我们 而不是我们成为奴隶 必须那样 所以大家理解 为什么要让大家连礼拜 不是因为你们作为礼拜的奴隶 让礼拜这个时间和时间 控制大家 那好吧 为了我们益处 我不参加吧 你没有那个权利 因为上帝定的 对不对 为了你的益处 所以你要喜乐地来 既有规范 但是规范虽然有约束力 但是不是枷锁 虽然你没有自由随便冒犯他 但是那个规定是为了我的益处 所以我应该感恩地 自由地去 甘心力去顺从 神的话也一样 神的话也不是牢笼 但是你没有义务和责任 你没有自由去随便违背神的话 你遵守是对你好处 一方面是权威 另一方面是益处不是牢笼 所以不要总以为 本来是挺幸福的生活 全毁在神的话语上了 神的话语就像恶似的压在我身上 那就是律法主义的信仰 不是恩典 你和你的夫妻之间的关系 你和你朋友之间的关系 你和你公司 那种好的美好的事物 背后都有一些规范的 不成文的规范 你不可能随便吧 对不对 不可能不讲规矩 对不对 你跟你父母之间也有适当的 这种父母之间的一些规范 你跟你朋友再好的规范 你不能随便讲话 对不对 虽然相比别人似的 可以随意讲一些话 但是没有底线的 不可能 对不对 你闺蜜的一些敏感的一些事物 他讨厌的是 你不可能随意的去冒犯 对不对 总有一些界限规范 然后这些规范是对我们有益的 持续的有益 健康的有益是有益的 对不对 所以规矩 本身是好的 它不是我们的牢笼 但是却对我们是有益的 交通法则 所有的一样 所以成熟的人是时时刻刻注意 我是谁 我的位置是什么 我周边有什么样的 这个要求 制度 约束 不成熟的人是意识不到这种制度的需要 也意识不到这种制度的存在 成熟的人 不成熟的人是随心所欲 行自己所喜欢的 他也不管社会道德 社会舆论 什么人间的利益 但是成熟的人 他既懂得各个领域有各样的规则 法则 虽然他不是奴隶 但是他却自由地甘愿地去遵守 为什么 他知道这些东西是需要的 有益的 我自己也一样 其实我 大家可能会感觉到 我有的时候说话是很随意的 以前更随意 我以前 我家里我是老摩嘛 老嘎大 老嘎大相当有个性了 不服约束 虽然现在神使用我这样的性格 有的时候 为了真理 不顾及后果 勇敢地讲一些话 但是随着时间的成熟 也发现 这些毛病里面 哪些东西是需要节制的 我以前是不服约束的 藐视任何权威的 但是越来越成熟 进入到教会里面 特别做传道人以后发现 教会里面也有些规矩 而这些规矩不是束缚 而是 是让我们教会变得更美好的 适当遵守这些 进入单位里 当然我是先信主进入教会 然后信主过一段时间 后来进入单位工作 然后后来不蒙招 做传道人 又进入到另一种 这种深层的教会规矩里面 然后来到韩国 什么学校的 包括在各种类型的教会里面 服饰 其实都有规矩的 一开始我很不舒服 为什么 自由惯了嘛 但是成熟的人 一开始遵守规矩时 只是硬性的遵守 因为第一 怕遵守规矩 冒犯规矩 会遭受自己不利的损失 这是出于不成熟的心 是自私的 但是等超越到一定程度 发现 这些规矩 有些东西 可能是文化层面的规矩 有些东西是符合圣经 真理的规矩 但是我都可以自由遵守 为什么 因为我作为成熟人 应该理解那种规矩 背后对我们 神的秩序 荣耀等等 需要 这种人罪恶的社会里面 需要各种界限和规矩 所以去遵守的时候 这是成熟的人 反而回过头来看 比如说我看大家 我现在虽然 真诚地跟大家说 但是我不会定罪大家 因为我也理解大家 我曾经那种放荡的灵魂 没有概念的那个时期 我也过来了 而且我相对来说 成熟得更晚 大家肯定比我成熟得更早 因为这么年轻就来留学 我那个时候 反正总之就成熟比较早 但是经过了回头 看自己不成熟 那个阶段的时候 自己也惭愧嘛 所以现在我看大家 有的时候 怎么这么没有概念 一开始我就 直接讲到骂大家 但是现在我不骂了 为什么 每个人都需要成熟的阶段 当然我期待大家 站在我这个角度 我期待大家 我这些弟弟妹妹 我们的弟弟姐妹 他们更成熟 就是在教会里面 更成熟地意识到别人的需要 我是老木 以前我在我家里面 都是别人考虑 想着我 迁就我 我从来没有想得过别人 但是随着时间的经历 开始考虑到 我姐姐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 其实他多么牺牺牲自己的利益 为我买 比如说那个纸炮墙 可能恩赐啊等等 刘泽可能知道 那种 那个时期 那是八几年吧 九零年 九十年代初 那个纸炮墙 那个时候 我记得是三块五 三块五 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 对于我们现代人 三块五可能什么 不是坐个地铁 也三块五 我也做不了对不对 但那个时期三块五 可以做很多事情 一个学生 他可能是 好几天的这个饭票钱 不可以领域啊 然后我那个时候 哭着闹着 跟我姐要那个 我是夸张点 哭着闹着就喜欢嘛 姐姐就节省自己的生活费 一个月的生活费 那个时候 他可能就几十块钱 然后女孩 其实有很多需要什么 买一些生活必须的用品呢 他都节省 然后买三块五的纸炮墙 想给我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但是后来回头想想 其实自己很不懂事 为什么 其实很残忍 对不对 为什么 那个时候的我 就是想着自己的喜欢 自己的欲望 没有考虑到别人的需要 随着阅历增长的 或渐渐的 包括我和我妻子一样 广想着自己 等等经历了一些事情 的时候才成熟 所以我现在看大家是 你们来教会 我期待你们是 比如说我期待刘泽 或者恩次啊什么 以前是期待家政 更成熟的男人一样 所以大家搞什么活动 或者一块聚会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 总是考虑到别人 因为男人嘛 等等 我是期待那样 但是有的时候看 他怎么总想自己 我很着急 但是其实着急也是 他才二十几啊 我那个时候 二十七八了以后 经历一些事情 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大家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我对大家期待很高 有的时候着急的时候 可能会骂大家 但现在放平和了 毕竟给大家一个 可以成熟的时间 等大家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 所以大家要理解 牧师有着急 有着急的原因 是吧 那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嘛 又没有哥哥姐姐 那种社会性 有些东西是 在人一块生活的时候 才能够学到东西 以前是这个一家 生好几个孩子 他们之间会谦让 老二考虑老三老大等等 有一些好处 独生子女有些弊病啊 所以大家可能有的时候 会缺乏一些概念 那那个是因为我们成长的 这个环境等等 都是有关系 所以但是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过早成熟 透过一些阅历 随着年纪经历等等 发现其实我们这些 随着个性生活的这些人 渐渐随着年龄增长 发现我们其实受很多制约的 作为家庭 作为丈夫 作为别人的爸爸 作为别人的妈妈 作为别人的兄弟姐妹 作为教会的肢体 作为别人的儿女 其实我们有很多压力 有很多情绪 不能随便发现的 因为一旦发现 带出负面的果效 可能会影响别人 我个人比较情绪化的 我个人是比较承受能力差的 但是来韩国以后 包括我跟我家 我妻子师母出对象之后 上班之后 信基督之后 随便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结婚之后 包括之前募会之后 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承受不了 但是硬要承受的 你不可能随便去暴露 所以这样时间的推移 自己的内功才强 虽然现在也不算很强 还差得很远 比起过去是强那么一点点 但是还是很不成熟 什么意思呢 我们是活在很多看不见的规矩里面 这些规矩有些是繁琐的 应该废去的 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废去 既然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需要去认识 要注意 既不做他的奴隶 但是我又自由的可以去遵守 为什么 因为遵守这些事情的时候 对别人有益处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不断的舍己 这种过程当中我们成熟 有些是信仰规矩 有些是社会里面的 所以成熟的人是不断的意识到 我这个人是不自由的 这种不自由不是做奴隶 但是我是自由的 但是我又意识到 我需要注意那些界限 那些红灯黄线啥的 很自由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这样的话 无论是角色的问题 还是关系的问题 可能会就更好 所以我把信仰的原理 祷告的原理 信仰的原理和教会的原理 和社会的原理 其实都通的 作为到现在为止 我自己观察 误导了一些事情 跟大家谈 所以大家也一样 就有的时候 其实我从你们身上 也看到我的影子 其实我们人都是那样 我们都喜欢随性 不喜欢被约束 包括我一样 我是牧师 有很多东西 我也看不惯 抱怨的东西 不想遵守的 但是后来 现在回头看 其实发现 自己有很多 不成熟的想法 所以有后悔的时候很多 所以现在尽可能的 所以现在也不是 完全的阶段 将来可能也会遇到 很多那种挑战 我们不愿意的事情 但是还要不断地否认自己 如何在各种秩序里面 不受他的束缚 但是又却自由 由人而游地去 不辛苦地去 愿意去遵守那些秩序 这个是我们需要不断地去 需要那样的成熟 保罗 他虽然有自由 不受割离 有自由不给什么 提摩泰受割离 但是他给他割离了 他有自由吃肉 但是他为了别人吃蔬菜等等 所以我们就是那样 有的时候常常常去需要舍己 意识到这种各种规矩 所以教会定的时间 秩序 这个本身 其实它是可以废去的 但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每个教会可能 有的人教会周三 虽然韩国全世界普遍是周三周五周日聚会 但有的教会 因为逼迫的缘故 礼拜天就被人盯着了 那你只能周六 那你周六 虽然有些异端也周六 但是我们跟那个不一样 是吧 就自由的 教会定下公礼拜的时间 我们那个时间礼拜就好 包括现在有些 不得不教会礼拜时间做调整的 因为社会变动 很多基督徒不自由 周中他没有办法来教会 那怎么办 需要适当地调整 那你说是不是妥协 有些东西不是绝对的 是适当可以调整的 我们就可以调整 而这些规矩呢 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所以大家遵守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要把它变成一种恶 而是感恩的 为了我们的益处 我们需要 所以这种喜乐的心去遵守 包括教会的聚会 公道这方面要说的不太多 我也可以 因为前面内容很多 公道的地方 我可以精炼地重点点过去 所以这方面 大家希望能够 规矩很重要 但是规矩不是束缚我们 我们不是规矩的奴隶 但是你不要试图去废掉规矩 因为规矩的存在 是为我们的益处 我们需要定下来时间 那么多人 公道和说 聚在一个特定的场所 一定的秩序 一定的时间 然后大家认为共同需要的时间 对不对 来聚集 为了我们的益处 然后第二 第一是我们需要特定的时间 第二 我们公道要注意事项 注意什么 禁止这种虚空的重复 耶稣基督教的 不要以为那话多 重复的话 这种虚空的重复 就是故意堆砌 以为故意搞时间长 才蒙吹停 这种错觉 他在该处 并非禁止我们 献上热忱的 很长的 禁止我们祷告 加尔文牧师解释 基督告诉我们这样祷告 不要以为重复的话 更蒙吹停 而不是禁止我们那种 有的时候 我们在重压的时候 祷告一遍 还不得安恕 还不断祷告 一天当中 为着同样的事情 祷告很多次 甚至祷告很长 不是这种 因为热忱迫切 我们需要长 重复的迫切的 在神的面前祷告 这个是需要的 这里面虚空的是 以为话多蒙吹停 故意堆砌话 不是需要 而是故意凑时间长 所以大家不必要 主啊救我 一句话就OK了 有的时候对不对 但有时候心里面放不下 反复为这个事情祷告 过不去 那这个就是属于正常的 彼得那个急的时候 你说亲爱的主啊 我感谢咱们 一烟过去了 没等着 这个序言说完 已经求还没求 那是烟下去 沉底了 对不对 他没有 主啊救我 半秒钟不到 就祷告完了 然后神就救他 避免这种重复的话 然后以为 滴滴不休纠缠神 就是用墨迹去纠缠神 以为这种强求 才能蒙 说服神 所以注意 滴滴不休纠缠神 然后强求 然后以为话多了 就诚心就可以 所以区别恳切的祷告 这个是错觉 错错误的 以为这种堆砌时间 才能够感动 或说服神 才蒙垂天 这是错误的认识 然后假冒伪善 第一种是以为话多 蒙垂天 第二是假冒伪善 故意让人看见 不注意自己面对的是神 在祷告是故意炫耀 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 让人看见 站在十字路口 故意说话多 什么等等 仿佛是表演作秀死的 这个是 碎利和法利赛人 碎利和法利赛人 那个祷告 法利赛人祷告 所以这个不同的性能 所以注意 这个应该是 大写的A和B 第一个是重复 就是以为堆砌 第二个就是假冒为善 所以祷告要进入内室 关上门 这是主基督的吩咐 为什么要进入内室 祷告关上门呢 真正 祷告真正的目的是 提升我们思想 直接到神那里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学了 注意真正的是 不要只是注意 我们要的那个东西 还要注意我们怎么想 把我们的心 沉溺在神的面前 我的思想要正确 所以真正的是 我们的思想要直达到面前 神到面前 所以祷告主要的地点 是心思和意念 我们的心灵 心灵和诚实的 所以你如何想 要有正确的思想 心是面向神 主要的地点 主要的目的 所以不用说祷告是 把人的内心的意念 心里面所想的 像那个洞察人心的神 清心土意 所以天上的教师 这个是加尔文善用的类比 圣经是我们的教师 我们要做它学圣 圣灵是我们内在的教师 天上的教师是基督 要立下为我们 最好的祷告的法则 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关上门 进入内室 祷告暗中的父 祷告不在乎言语和形式 在乎内心和静心 向着神 神查验 就那什么 所以他是批判前面 那个故意话多和伪善 忽视了祷告 真正的在乎的是 人内心和向着神 所以基督的意思 不是让我们 不是说在其他祷告 就不合一 不是说在这个内室之外 就祷告不合一 他只是指出祷告 事件多么神秘的 隐秘的这样的事情 主动是 主要是在我们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 需要心静的 内室第一是说 不要被外部的干扰 法利赛人故意到闹市上 是让人看见 他的经历是表演给别人看 那我们在教会公道的时候 有人代表祷告 要到前面拿着麦克风祷告 那个没办法 必须得在众人面前 跟站在 故意站在路口 故意让人看见是 另一回事 那即便你站在前面 看着前面有很多人 你闭上眼睛 是为了专心祷告 对发自内心的 是不被干扰的 这样的 所以内室 是强调我们内心 不被干扰 是僻静 的意思不是说 只在内室祷告 其他地方就不能祷告了 那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主自己也热切 主自己做把 热切祷告的时候 退到安静的地方 不被干扰的地方 然后第二 主在必要的时候 也与众人一起祷告 对不对 甚至站在众人中间 讲讲道 举起圣节的手 随处祷告 这和前面说的 不住祷告是类似 那有的人就以为 既然随处祷告 不住祷告 那何必要公共祷告 聚在一起祷告呢 不能以这句话 祷告是内心的 随处 无所不在的神 以马内利神 哪里敬拜 都是敬拜 就废弃 聚在一起的祷告 有的人就拒绝 拒绝圣徒 公共聚会中的祷告 并不知道何为 他们根本不懂 什么叫私道 不论是在退休的场所 还是在家中 实际上他们拒绝公道的人 他们私道 几乎也不祷告的意思 嘴皮在上说 我自己心中祷告就行了 随处祷告 为什么要来教会祷告呢 聚集在一起祷告呢 实际上他们私下祷告 也是一塌糊涂 第二 不可藐视私道 也就是说两种极端 另一种极端呢 忽视单独的私下祷告 不论是多么隐情的 参加公众的聚会 除此之外 结果私下的 他们个人的隐秘的 祷告就不做 这个也是 不是理想的成功的信仰 所以私道和公道 同时重要 私下里面充满了祷告 随随地的 同时我们也聚在一起祷告 这个是并行的 然后避免教会公道 被人藐视 另外为了免 为免教会公道 被人藐视 主在古时的时候 注意哈 古时的时候 就以最尊的 尊荣的名称称呼他 特别是称圣殿 这个圣殿是指耶路撒冷圣殿 实体的圣殿 不是比喻式的 为祷告的点 为什么称他为祷告的点 说到这个 在圣殿里祷告 借着大祭司 或者是一起在殿里祷告 这个重要性 他借着此称呼指出 祷告的本分 是敬拜神的主要部分 以前呢 神吩咐以色列人敬拜 都要在耶路撒冷敬拜 在那里献祭 礼拜 唱诗 祷告 并且指出圣殿建立起来 作为一个旗帜 是为了使信徒 能够同心合意的 把心思都集聚在一起 向着圣殿 或者聚集在圣殿里面 去祷告 所以这是古时 上帝亲自借着这个称呼 来提醒在圣殿里 公立拜 祷告何等的重要 那教会祷告 绝不突然 为什么 在另外一处 严肃地去应许 庄严地应许 神啊 西安的人 敬拜 等会许愿 所以当他们聚集在一起 祷告的时候 绝不突然 因为神总是为他子民提供那些 可以称颂歌唱的事 虽然律法的影子已经结束 就是那个圣殿的影子 但是因为神喜悦 也借此定例 就是聚集在一起祷告 在我们中间培养信心的合一 聚在一起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信心上达到一致 所以毫不疑问 这应许也同样属于我们 不只是属于在圣殿里祷告的 那个旧约的以色列百姓 同样也属于我们 基督亲口证实此应许 保罗也宣告他为永久有效 所以呢我们不得不谈论一个问题 既然公道私道如此重要 也要注意不要藐视公道 也不要偏颇私道这两个失去均衡 但是还有个问题 就是关于公道的场所 或者教堂的问题 那公道场所的必要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因为神他吩咐我们要公道聚在一起 既然要聚在一起 就需要一个公共的场所 因此公道的场所的必要 聚在一起 但是我快点讲 公道场所既然有聚在一起的 什么礼拜的场所 祷告的场所或者教堂 它应该有合法的用途 换句话说 教堂有什么我们规定的聚会的场所 礼拜啊场所 但是不要迷信啊 这种固定的场所 不要幻想 不要迷信 把教堂唤醒成神固定的常住处 好像异教徒的观点似的 好像上帝住在教堂里 只有教堂里有神 或者是第二 以为在教堂里祷告 不更蒙吹听 我说这个话 不是让大家不要来教堂来祷告啊 因为我们已经前面说的那种 公祷告的重要性 专注你家里可能没有那种条件 你可以来教堂里来祷告是很好的 那国内的基督徒可能没有教堂 有聚会的场所等等 去聚会场所不受打扰 去专注祷告是好的 但是不要迷信 好像神住在聚会的场所或教堂里面 或者说只有在教堂里的祷告 更有果效 不是啊 甚至有的人认为跪在十字架面前 更有 这都是迷信啊 所以不要把教堂和旧约的圣殿 圣所混为一堂啊 有的人说把教堂称为圣殿 这是完全错的啊 旧约的圣殿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伊路撒冷圣殿也不在了 那个圆纸上只剩了那个枯墙 那个旧纸上盖了清真寺啊 圣殿不存在了 为什么 上帝奇妙地忽略 圣殿已经成为基督的身体了 而基督复活之后所有信他的人 我们成为他的肢体吗 我们就成为圣殿 基督住在我们中间 教会这些信徒信众就成为神的殿啊 真正神的殿 我们才是真正神的殿 蒙基督救赎的我们 教会啊 我们说的这个教会不是指教堂 所以教堂也不是圣殿啊 去哪儿去圣殿 我们又不是犹太人 去什么圣殿 去也去找不着是清真寺对不对 这完全是错误的神学 错误的传统 以前这么说就说了 以后不要这么说啊 去哪儿去教会 严格也不准去啊 去教堂 虽然我们有时候去教堂 总感觉是三字的味道 就是讨厌说嘛 所以教堂礼拜堂 礼拜的场所聚会的场所 那就行了嘛 他不是教会 因为教会是指人嘛 基督宝血救赎的人的总和 或者啊 我们是圣殿 教会是神的殿嘛 所以这里面说到迷信的问题啊 破除迷信 虽然公祷告需要场所 场所不是圣殿 圣殿里面不住着神 圣殿里的祷告不会更有效 但是在 说错了 这个聚会的场所里面 不住着神 神不住在聚会的场所里面 或者是在聚会的场所里面 祷告更有效 不是啊 那个场所不要迷信 它既不是圣殿 也不会住着神 也不会更有效 但是场所是为着 我们前面说了 为了让我们有序的 固定的 模糊规矩的聚在一起 礼拜祷告是需要场所的 这里面就做解释 古时的圣殿 是专用来奉献祷告献祭的 当时是作为真理的影子 预表嘛 神的殿嘛 神降临在那里 好像神居住在那里 作为影子预表嘛 那现在呢 已经完全显现了 基督来了 他就是神的殿 只他帐篷住在我们中间 神在他里面 做神自己的事情 后来基督复活升天 救赎的 所有的信他的人 就形成了基督身体 神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以马内利嘛 圣殿的目的是操练我们 这是旧约的圣殿啊 影子 操练我们 默想真正圣殿的这个 一种影像 一种图画 一种圣礼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成为 神的殿 神住在我们中间 是透过基督亲自建立的 神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要进入到 我们内心深处 发出真实的祷告 当然 聚在一起的时候 需要礼拜的场所 那最后总结 我们讲了祷告的种类 公导私导 大体分公导私导 里面具体什么 送赞赞美 祈求感谢赞美啊 祷告的理由是 因为我们 穷法 有外在的患难 内在的征战 我们的好处 不在他以外 我们应该 时时刻刻求告他 所以法则呢 就注意一些事情啊 然后我们祷告的基础 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向他赞美 但我们向他感恩的 因为我们爱他 神本身 到公导的必要 为什么公导必要 虽然有私导 但是上帝也吩咐我们 这个一起祷告嘛 对不对 共同的这个祷告 在信仰上达到一致等等 同心合一 礼拜当中的 公礼拜祷告 然后同时我们要 公导告注意 公导和私导 聚在一起祷告和私导 是要并行的 不能因为我私导 我不来公导 不因为我公导 我就忽视了私导 个人的祷告 那公导时候也需要场所 场所的必要 因为既然聚在一起 就需要秩序 需要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场所 那这个场所 正确的使用 也不要迷信 把它当作圣殿 圣殿已经不在了 是吧 现在圣殿是指教会我们人 神住在我们中间 那场所怎么正确使用呢 不要以为 这个神住在那个场所里面 然后不要以为 那个场所里祷告更有效 虽然如此 但是场所需要 我们聚在一起 礼拜祷告的时候 很重要 特别是我们家里面 没有那个条件的时候 在一个提供 给我们安静 祷告的这些场所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正确使用 礼拜的场所 不要把教堂 当作教会 也不要把教堂 当作圣殿 也不要迷信 教堂 怎么怎么 神住在教堂里 或者是教堂的祷告 比别的地方更灵光 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需要 这种教堂 聚在一起祷告 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讲到 关于祷告的语言 祷告的两种形式 两种种类 一种是语言的祷告 另一种是诗歌 唱歌 歌唱的方式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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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